Vicky, 平時我們蒸魚是用碟蒸的 在順德一大作中蒸發 用很大的鯇雞蒸 他們叫波機魚, 很好吃, 很有風味 聽你這麼說好像很有辦法 要不需要叫車去順德走一趟? 不用…豬海也吃到, 訂位了, 走吧 吃魚我最喜歡的, 快點吧 這裡… 很大的鯇雞, 還有多爽口味 是的 順德, 你知道很多 是拌起的文化 尤其是魚生 是 我教你, 先放魚片 這是什麼魚? 這條很厲害 這條是香港也買不到的 脆肉羅菲魚 地道的食法, 小許鹽 是 討練的花生油, 鯇油很重要 少許檸檬葉 我自己喜歡加蔥絲 是 加很多薑絲 是, 拌勻其他東西 是嗎? 除了你 但我覺得這樣純粹比較好 不過師傅說加多一點檸檬葉 是 香口一點, 好吃一點 是 是 羅菲魚本身自帶一種 是魚的甜味 很清、很簡單, 很鮮味 脆肉, 滑的, 有彈力 還有魚的甜味 是 厲害 這條脆肉羅菲 魚肉用來做魚生 是 骨腩, 你看這條 骨腩, 炸得脆脆脆 是 這個腩胃 我覺得脆肉羅菲比脆肉鰻魚更精彩 是 而且肉本身比脆肉鰻魚味更濃 更甜 是 可惜香港吃不到 好, 輪到Jacky 就是你這個鯇雞魚 骨腩用了豉汁蒸 這個起肉的魚片用藤椒蒸 是 魚頭當然是剁椒 我看你吃了中間的藤椒 是嗎? 對, 魚片比較清 最重要的是它下面鋪了 吸收了味道的陳村粉 陳村粉 陳村粉很柔潤 我也很喜歡吃這個陳村粉 蒸完激透, 滑了味道 豉汁也很滑味 要不要煎到脆脆 當然要 這裡最漂亮的魚韻 其實大頭魚, 沒說錯名 是 牠有很大的頭 精髓也在頭上 是 魚韻很滑得很滑 想不到做粵菜師傅 也做到這麼多味道的脆脆脆脆 是, 它這個比較是… 那些辣法是有點酸酸的 鹹辣酸 鹹辣酸, 沒錯 鹹辣酸 這個是鹽焗雞, 炒開它 炒開它 把配料… 這些有洋蔥, 有一些是桂頭 有大蔥 是, 大蔥 芫荽 又是有檸檬葉 還有鮮百合 是 筷子一起混, 來… 好, 中地 這個長植長友, 長仔的長 收字步步高升 好, 先嘗嘗 很鹹香的味道 再加上洋蔥、青瓜 繞頭這些很酸酸脆脆的食材 最重要呢? 很開胃 雞本身, 這塊雞皮 爽彈得像吃海截頭一樣 油膩的, 很亮, 很漂亮 這個不得了, 真厲害 原來這樣攪拌, 吃油 真的有另一種風味 鮮就行了 很有東南亞的香茅, 南薑的味道 這個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馬上切碎了, 香茅味會出很多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脆 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脆? 很彈牙 是呀, 很彈 真的彈牙? 是呀 這個鮮是士汁的味道 這個真的有鮮鮮的聲音 是呀 我從沒想過 陳皮和香茅南薑是合不來的 是呀, 現在這樣吃 真的一直吃一直飆出香茅的香氣 很複雜 試這個紅豆珍珠豆腐花吧 這個紅豆這麼有趣 是呀 有一層遮蔽包著 是呀 像分子料理一樣 是呀 包著 真的像一層膠囊包著一顆紅豆 一顆紅豆咬得很薄 是呀 不錯吧 Vicky, 你也知道我喜歡做雙方菜 所以旅行的時候 我也很喜歡捐一捐一捐 找一些特色手工菜試試 在珠海這裡, 你有什麼新發現嗎? 當然有, 大家有試過好幾次了 包你有驚喜嗎? 驚喜? 是呀 先吃掉心情 是呀, 在哪裡? 前面 前面 是 真是有點驚喜 是呀 這個是青檸藤椒鴨 真的有青檸味嗎? 是呀, 它是傳統的湖南菜 老了, 老了, 風乾再炸 但它加了青檸的味道 你看看樣子 有點像張茶鴨一樣 是呀 但吃味又不知道, 先試試吧 先試試吧 先做個腿吃 很香香的味道 而且一來一口咬下去 就變成青檸酸酸的味道 是呀… 整個鴨的菜式好像很清新 清新一點, 是呀 而且開胃一點 我特地點了一個你最適合的 追追追雞煲 名字很有威力 怎樣? 是, 戰鬥追追追雞煲 我先試試看, 先吃戰鬥法 這個真的沒有戰鬥力 這個真的特別 是 通常我們桌上鍋 一定有足夠的醬汁 把所有醬汁都塞在一起 是 無論你是豬也好 牛也好, 田雞也好 有很多醬汁 是 它沒有抖擂醬汁 是 乾身度… 每天都是乾身 是 它桌起來挺嫩滑, 很香… 然後嘗嘗這個, 一隻德國豬手 它明明是一隻德國鰹豬手 但它加了一些孜然、香草 那種香粉的味道 有中國風味的德國豬手 它應該是鼓勵你加一點黑椒 有些黑椒碎 是 這碟東西真是… 看見都開心 這個適合了, 烈焰火山牛肉 辣椒, 有新鮮辣椒 有乾辣椒, 又有藤椒 完全有辣子雞的影子 是 我相信鑽了這個牛肉更好吃 再嘗嘗 麻麻, 香香, 辣辣 牛肉也很優質 是 很嫩, 它有牛味 是, 它有牛味, 咬下去又嫩滑 還有一點肉汁 是 又不會拆得乾了 有辦法的 吃魚吧, 這是你最喜歡的 黃骨魚 你別跟我搶, 大家看 是, 這間餐廳煮的就是最喜歡的菜式 我今天點了兩個不同風味 給你知道了 黃骨魚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喜歡吃的 是 黃骨魚不是太多骨 是 而且本身的肉很滑 是, 這個是炸過的 一夾就整塊魚肉夾出來了 是 裡面的魚肉完全沒有幼骨 一夾就很乾淨 整塊魚肉 整塊魚肉走出來 這個很好吃 這個香辣味 對 香辣味有一點蔬菜的味道 戰鬥雞本身的肉質很好 是 但這個的醬汁味道 是… 這個手工菜之外呢 還有一些手工點心, 也很傻家 這個…我真的說他厲害了 一個中菜館 就學習洋人的什麼… 品子料理 對… 和這個合桃包 你看這個薯仔 真的像一顆薯仔一樣 對 造型的象徵度很高 對 你還要從泥地拿出來 對 對, 先看看 裡面有甚麼鹹 裡面的肉也有點肉 對 來, 吃一碗吧 好, 先嚐嚐 咖喱油和味道 原來可以 會否忍不忍不忍 忍不忍 忍不忍 對, 可能會… 很鬆軟 是 包包看了嗎?很冷的 對 很冷的 對 再很冷的 對 煮出來熱的辣更鬆軟 嘗嘗這個… 鴨桃 鴨桃 你不會很喜歡吃甜的吧? 少給你一點 是 看看裡面有甚麼材料 鴨桃是糖的 有甜甜的醬汁 對, 甜的醬汁 但不知道是什麼 是的 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是的 又不是太甜 這個…什麼天白… 冬菇包 什麼天白, 什麼花菇 真的不是開玩笑 人家做得挺仔細 是的 連丁也有 是的 而且還要是好吃的 對 那些紋, 像三百多元斤那種 對, 包包也有 嘗嘗這個 一開 應該是叉燒黑了 這個真的是叉燒 來, 還給你冬菇 好, 冬菇也是補充的 補充的 像叉燒包一樣 這個造型就特別了 沒錯 對, 要用地上攪拌 攪拌 這些應該是朱古力餅的類型 那種品牌的朱古力餅 是, 挺新鮮的 很脆 這餐滿意的 是, 進來之前 你會有驚喜 是的 那幾天比起更害怕 很久躲下, 真是有驚喜 那也好一點 對, 要